对啊 这连统工业百分之百没有落实 柯文哲没有落实 大概所有的局处厂都没有落实 那所以 那这个尤其柯文哲 我们光讲一个他跟远雄见面 他有没有登陆就好了嘛 完全没有嘛 他不管或者蔡壁如跟远雄见面 承认的六次到底有没有登陆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都是这可都是公式中的公式 重要中 重点中的重点 这些都不登陆 还有什么好登陆的呢 所以 其实他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讽刺 自己打自己的脸 所以他 现在凡是放话出来 要见谁啊 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选举考量了 可是建阿扁 这是建阿扁 建阿扁这件事情把话放出去 其实是我觉得 有点投机不着十八米 怎么说 因为他觉得放话出去 有赚不赔嘛 反正建阿扁对于扁迷来讲 扁友来讲 这总是一件友善的事情啊 可以增加自己扁扁扁有的支持 增加自己跟扁友之间的互动 或者连接点 可是万万没想到 以前建扁大概都建了 这一次他就扁根本拒绝掉了 就打脸 柯文哲 这个就投机不着十八米嘛 就是他本来想在上面获得 政治上的利益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因为他以前去看扁扁都建了嘛 还有跟他 陈志忠跟他的合照 对啊 他说私下里建的也都建了 他就准备要单方面来消费嘛 他觉得说 见扁这样私下建 对他来讲没有用 所以他就公开的来讲 这公开讲 结果万万没想到扁拒绝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以为扁一定会配合的 就没想到这个结果 当然就想要拿扁迷的票 扁有的票 却适得其反 所以那个 有关那个公教人员 其实也是选举的考量 说市政府放这个消息 如果不是市政府消息的话 媒体怎么可能有独家呢 而且那个内容 座谈会也确实是讲了类似的东西 对啊 讲了类似的东西 而且内容那么具体 当然是市政府 Briefing 市政府的说明 才有这种可能 只是他把这个消息要扩大 他才能够赚政治效果嘛 他要故意夸张 什么五万个职缺 其实根本就是五万个人次 五万个出席费 五万次的出席费而已 他五万个职缺 说什么 公教人员优先 根本优先不了 他就是故意扩大 来赚取政治上的利益 放这个话来讨好 公教人员 只是偏偏公教人员代表不领情 李莱西都不领情 李莱西先打脸 对啊 先打脸 根本就不领情 所以你会发觉到现在所有放这些话的政治目的都没有达成 因为他其实本心初心不对 他并不是想为那件事情诚心诚意 他如果要真看扁 他干嘛公布出来呢 你就看扁嘛 对不对 如果事后扁觉得有必要 或者你要登陆行程 你再公布出来都OK嘛 这都是心理上想赚政治利益的这个动机 就造成了这个偏差的结果 这个当然自己要受了